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律師 馬再琴 馬律師 曾大哥 大家好 以及這個蔓財師 三木 三木好 大家好 非常歡迎 另外邀請到的是 媒體人許勝梅 大家好 以及這個諮商心理師 林翠芬老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塔羅牌老師 小木老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 覺得怪的婚姻就是有鬼嗎 主要是日本發生了一個大事件 日本的滑冰冠軍 殘連兩屆冬季奧運 男子滑冰金牌的雨生結嫌 他宣布離婚 那從他這個自己在社群網站上宣布結婚到離婚才一百零五天 而且不管結婚或者是離婚都是雨生結嫌 單方面發一紙聲明而已 那麼外界對他馬上結婚又馬上離婚 真的是物理看花 日本也是一片化然 那我先請教一下三木 雨生結嫌 就是他 其實他蠻帥 很帥 其實有一點女性的氣勢 對 溫溫如雅這樣 他在日本有多紅 非常紅 好像日本的國寶的感覺 對 所以女生的粉絲也很多 大部分是女生粉絲 差不多 所以他雖然他是運動選手 但是那個他有一點像偶像的感覺 這麼紅 是 OK 那他結婚 宣布結婚的時候 日本有很多女生心碎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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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像我們節目就有來賓自稱是金太太 那有沒有在日本有沒有女 金太太 意思就是金城武的太太 在日本有沒有女生自稱是 雨生結嫌 雨生太太 有沒有人這樣 沒有聽過 那看起來我們節目的來賓 臉皮比較厚 你到底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完全聽不懂 這個先請教一下聖梅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雨生結嫌 還有這個他的這個太太 結婚的太太 對 那你來講一下這怎麼回事 好 我們先講雨生結嫌 今年二十八歲 他是花式滑冰的王子 為什麼說王子 當然就是奧運試錦賽 他都拿過金牌 但他不止於此 的確就像三木剛說 他就是日本人眼中的國寶 光是看他長得這麼帥 他在滑冰時候 那個花式滑冰 你知道他有多少千千萬萬的粉絲 其實他在之前有突然宣布隱退 所以他現在並不是比賽型的選手 是職業選手 職業就是說他退出這個比賽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表演型的選手 那表演型的選手更好是因為他可以接很多的代言 廣告 然後他自己也有自組一個公司 那當時他宣布已經要退賽的時候 很多人就在猜是不是要結婚了 但是因為有關他的感情 他是非常非常低調 從來沒有任何的風聲或消息 所以他在八月四號當天在IG說 其實他那一篇文章 我覺得有史以來所有公眾人物 最低調最低調宣布要結婚的話 起碼會說跟誰結婚 他是這個至少是我進入這個新聞圈以來 第一個名人結婚 沒有告訴大家我另外一半是誰的 那你這個結婚的聲明是要告訴粉絲說 我最愛的還是你們 不過我現在結婚了 所以他這個IG上宣布結婚 就是說我會更愛你們 但是我現在已經登記結婚 但是跟誰結婚沒有人知道 好 八月四號說了這件事情之後 所有的記者就任何時間都等在與生結嫌的家裡面 就想說你就不講的是誰 那我們至少要拍到是誰 一百零五天之後 十一月多之前 他又突然宣布我離婚了 原因就是因為你們 因為你們每天的跟蹤 騷擾 還有在網路上毀謊我的妻子 這裡就很妙了 你沒有告訴任何人 你的妻子是誰 但是其實的確在日本有媒體開始報導 因為他們找到這個人了 是因為這個莫妍麻玉子 他是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各位 因為他是小提醒家 他四歲就開始學小提醒 所以他的姓是莫妍 莫妍嘛 他的名字叫麻玉子 是這樣嗎 韓妞 韓妞 優子 這個比較對 所以他的姓是什麼 韓妞 我靠 莫妍啊 叫韓妞啊 講中文 我怎麼念什麼 莫妍 莫妍 對 所以他的姓是莫妍 然後他叫麻玉子 對 對啦 麻玉子 沒有錯 麻玉子 對 然後他們就是媒體就是 那時候他結婚以後就要叫 女生麻玉子 對 他冠夫姓 所以你太太也叫三木什麼的嗎 是 沒錯 真的 對 所以 三木太太 對 所以女生的話結婚之後 有一點麻煩自己的姓 例如那個健保或是護照的 都要改 對 全部都要改 是 一定要這樣嗎 對 一定要吧 規定的嗎 不能選的 現在不知道我離開日本很久 所以不知道 曾經來日本的事情 可是十年前是這樣的 所以應該現在也是 是是是 OK 好 這個繼續 然後媒體當然會去找 就是這個女生到底是誰 於是他們查出來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與生結嫌在一次表演賽 幫他做這個小提醒演奏的人 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個莫言麻玉子 於是就有媒體報導就是 他就是與生結嫌結婚的這個妻子 有可能就是這一張 就是他參加比賽的時候 對 因為與生結嫌一直以來身邊 是沒有其他女生的 這麼多粉絲嘛 所以他會很小心 那這一張 那媒體就會去追 再加上他們到麻玉子的家鄉 去問了 家鄉人 其實因為女方這邊比較大方 就是因為女方呢 也一度就是在自己的IG上 有宣布說他就是 目前就是沒有任何演出了 不再演出 那這個麻玉子的媽媽 有對外講說 他也引退 對 引退還有結婚 引退的原因是結婚 OK 好 但是你一百零五天之後呢 與生結嫌告訴大家說 我們不能持續下去 就是因為你們不斷跟蹤他 你們不斷不斷騷擾他 然後又爆他的黑料 然後誹謗我的這個太太 跟他的娘家 所以我沒有辦法忍受 所以這個婚姻就結束 可是因為今天我們討論 是這個怪怪的婚姻嘛 這個理由真的好怪 對不對 那還有更怪的 這一百零五天 與生結嫌 沒有跟麻玉子住在一起 他一直 新婚耶 都沒有住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媒體根本沒拍到 他從他家門口走出去 他一直以來都跟他的爸爸 媽媽 姐姐生活在一起 你說與生 對 即使結婚 再來與生的爸爸是一個校長 但在與生決定成立一個公司的時候 爸爸從學校退休 爸爸就去主長了與生結嫌的公司 所以他這個公司是家族公司 爸爸 媽媽 姐姐都在裡面 但有一個人不在裡面 是 麻玉子 所以麻玉子完全沒有辦法 被排擠在外 第一是排擠 就是你的工作就不干我的事 那我也沒跟你睡在一起 也沒跟你生活在一起 那這樣的婚姻其實是有點坎坷 然後有一則新聞 我們可以參考是有記者好厲害 去訪問到與生結嫌的外婆 阿嬤總會八十歲 總會講話比較實在 對 外婆說 我也是不了解 都結婚了 為什麼不願意公佈對方是誰 然後連他自己的外婆 還有阿嬤說 我也沒有見過麻玉子 阿嬤沒有見過 好怪的婚姻 這個就是 麻玉子 莫言麻玉子 這個是一個很漂亮 小提琴家 小提琴家 氣質這樣子 那小提琴的這個功力也很深厚 這樣 那這是另外一張照片 我猜其實就是了 結婚的對象就是他了 那為什麼他不敢承認他的太太是誰 那為什麼要散婚之後又散離 那他的這樣的理由到底能不能當成一個正當的理由 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來討論 先休息一下 請教馬律師 他不講他的太太是誰 他難道日本不需要登記嗎 要 會登記 日本還要結婚登記 對 那至於因為日本結婚 離婚都要登記 但是日本的結婚登記基本上面 而且到他們護偵事務所去登記 但是我 要不要到護偵事務所 要 據我瞭解 他們蠻注重隱私的 他們一般的公務員不會去隨隨便便 去跟狗仔講說那個這個 這個滑冰選手來這邊登記了 我知道是誰 不會拿給別人看 他們不會這樣做 我跟你講都會傳出來啦 他們不會 公務員不會直接去告訴他們 不然的話早就流出去了 對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角度是說 你知道那個與生結婚在日本多受歡迎 對 那特別是女性太喜歡他了 就是因為有這個原因 所以他去到護偵事務所會 會暴動 暴動 真的 所有的公務員都跑出來 想要跟他合照 也許會有這個機會 但是後來事實上 狗仔隊也找到了 只是我不知道狗仔隊的來源 是不是來自於他的公務員那些 公務員體系登記的部分 我們這個無從得知 但是我的看法是 他們這對婚姻 其實你說他們愛還是不愛 如果我用比較正面的方式解讀是 他們在結婚前就考慮過 是一個媒體下面注意的焦點 雙方可能 可能有共識說 不要把我名字曝光 才有這樣的一個聲明 他們如果一開始是基於 不要讓外界影響我們的生活 指指點點 用發展去看 他會寫這樣一個聲明說 不告訴大家我太太是誰 也許是共識 太太沒有抱怨 後來他發現 結果這樣也沒有用 反而是更瘋狂的 讓這些鯊魚往上咬 然後雞蛋也有瘋 後來真的查出來了 那麼騷擾就不斷 那很可能就破壞了 他們當初的協議是說 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們沒有辦法應付 這樣的一個生活 想說 啊 不得 天啊 馬綠 你結婚了 你的太太是誰 難道你不用有一天 你要帶出去嗎 我會認為這樣子 假設我是跟一個很有名的結婚 我會跟他講清楚 我們的私生活要怎麼做 如果我是很想紅的 我說老公 把我的名字用出來 反正我順便帶貨 可以去上 去帶貨 然後去演奏 這個都OK 夫妻之間有名人結婚 有很多是商業利益的考量 對不對 你把我promote出來 我說好 我就可以繼續 我是你的老公 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可以更紅 可以接到更多的一個代言 甚至可以出書 都可以 但是如果他們的默契 是這樣子的話 你看他後來的離婚聲明 並沒有說 我太太抱怨我 都不重視他 從頭到尾都沒有把他的名字公開 所以他這樣指責我 讓我兩邊身受身心俱乏 導致我不想沒有辦法維持 繼續婚姓 他反而不是 他就講一句話 讓你訓 如果今天雙方的共識 是不想讓大家檢視我們 尤其是讓我們要了解 他是女生大男生 八歲 你也知道我們這種媒體 就是凱西亞 為什麼這麼好的條件 去找一個這個樣子 反正什麼叫這個 年輕的去找一個 年紀比較大的女生 一定有個特殊的 如何如何如何的想法 對不對 這個我們都正常來講 他應該會找一個幼馳的 什麼嫩妹 有錢家的富豪的二代 都有可能發生 這個東西都無限想像 這怎麼蓋得住 他的家鄉的人都知道 那女生家鄉的人都知道 我只能說他們目前 當初的預期跟後來的回饋 是完全大鄉進庭的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忍受這樣的 那三部我請教你 你是日本人 你覺得他這樣的 離婚的理由 合不合理 我覺得不太合理 雖然是媒體是太過分 但是那個離婚是太誇張 所以我覺得不太合理 而且有些人也覺得 那個什麼結婚期間 明明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離婚期間可以做的事情 也有 例如那個跟媒體吵架 或是他有錢已經成功的 所以他可以搬到海外 也是一個 搬到海外去 方法 是是 崔芬老師怎麼看 我會覺得他有一點假 隱私之名行控制之實 然後我覺得他真正 他一直說他保護不了 他的太太跟家人 可是我真的覺得 他要保護的是他自己 因為我可以體會 他非常重視隱私 隱私他需要有自己的空間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相對的他的隱私 已經是剝奪了別人的那個 就是我覺得你 就是那個剝奪的配偶權 對 我覺得他剝奪了 人家想要曝光的這種心理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 最不合理的就是 通常一般的新娘 不會想要默默的當一個新娘 這個就不符合新娘的心理 新娘通常都會覺得 我找到這麼棒的先生 我會希望大家都來祝福我 成為眾所矚目的眼光 我想了一下 只有一種可能說 他真的不需要任何人知道 我非常怕打擾 只有說這個新娘 他有人群未避症 可是即使他有人群未避症 像梁朝偉有人群未避 他還是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婚禮 因為我愛我的另一半 所以我其實會感覺 他真正的 就是一直強調隱私 主要是限制別人 去接近他的太太 然後他很重視生活的秘密性 然後我相信他的個性 因為從他的樣貌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所以他可能很在意外界的眼光 不知道別人會怎麼評價我 因為我沒有把握 所以我真正要保護的是我自己 而不是他的太太 他所有的一切 我都覺得他控制是很大的 我控制 我要讓你們知道我結婚了 可是我卻控制 我不要讓你們知道 我的太太是誰 我不公開 那侵犯隱私的確會對生活造成干擾 沒有錯啦 可是相對的 我們有些時候也會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 假如他結婚的時候 就宣布說我太太是誰 這個過一段時間之後 是不是整個風波就沒了 我其實會覺得是耶 如果說你就說 大家就沒有好奇了嘛 對 你又不講你太太是誰 那到底是什麼婚姻啊 他其實勾起別人的好奇心 我就會覺得 他是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就是完全不理解別人的想法 跟別人的就是 我在想說不定 他有這樣的可能 他完全專注在他的滑冰世界裡面 他不能理解 別人在這樣的狀況下 是會好奇 是會更想知道 是會更會去追這條新聞的 那他好像覺得只要不公布 你們就會不知道我太太是誰 我就不會被干擾 那我就覺得這個太不符合 人的心理狀態了 我補充一點 我 崔芬姐講是一種可能 這是一種可能性 但是我認為以現在的證據來看 現在麻玉子有無限的開火權 開婚了 我IG寫一篇就好了 噔噔噔噔噔 因為我現在是 我現在已經不是他老婆了 我現在也許我看不到日後 可能日後就像我講 就像可能像崔芬講的 真的是這樣講 我被他冷落什麼有都沒有的 但是目前為止 你看得出來 麻玉子沒有任何生命 我幫你補充 麻玉子有開火 就是在我們要談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有一些細節有出來 但是 是官方的嗎 對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證實 是不是麻玉子本身講 但因為日本很多這種媒體 都會開始報導 他就有講一些細節 他是說 麻玉子在跟與生結嫌結婚的時候 有兩個條件 他是願意答應的 第一當然就現在就是說隱姓埋名 就是好 我就完全不要公開我這個人 因為與生結嫌太受到懷疑 沒辦法 你要嫁給這個人 你就是得吞人 甚至這是實務上做不到的事 那第二件事情 所以還是他提出來的 沒有 還有第二件事情 他也做到了 就是我從此退營 我不能在公開場合表演小提琴 就是我放棄我的工作 他也同意了 所以這兩件事情 他完全吞人 這是與生結嫌要求的 他同意 同意了 但是這個媒體報導當中就是說 真正拆散他們的婚姻 是在於就是說 我現在為了你 我都已經這樣子了 我根本連你的面都見不到 他說與生結嫌 不能離開他的媽媽 他的媽媽黏他 黏得非常非常緊 與生結嫌的媽媽黏與生結嫌 因為你可以想像一個話 他是滑冰選手 小時候就在學了 這種都是會學走路 就開始在學 他的媽媽要花多少星期 去栽培這樣一個天才型的少年 到現在為止 當然他生活 因為他只要學好滑冰 他所有生活起居 都是爸爸媽媽在打理 你可以想像 也不能完全怪他媽媽 所以 昨年 媒體只有這樣講 意思就是說生活起居 各方面都是媽媽在做 所以馬玉子是沒有機會 去接近他的老公 所以 嫁他了 而且是新婚 所以見不到面 對 所以當然馬玉 我也不能說證實說 是不是馬玉子官方說話 可是你從這當中 就看得出來 我們每一個都覺得 你這個婚 蛤 蛤 然後那個外婆又說什麼 與生結嫌現在每天都在哭 他崩潰了 你說這個與生結嫌 這個男生 說他崩潰了 崩潰了 這個崩潰有沒有可能 也是夾在媽媽跟馬玉子 因為馬玉子看起來 也是蠻厲害的角色 我覺得他是有組件的 他不是一個 女性 對對對 也許他會 他的幻想是 我都退讓了 我都不要工作 但我協助你工作 那我們何開公司 結果我整個人生被抵立掉 馬玉子也沒有 沒有任何角色 沒有 但反而是與生的爸爸媽媽 都有角色 家人都有角色 對 對啊 那這是這是愛嗎 那為什麼一個這樣的人 會有這樣的價值跟觀念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休息一下 三木 你結婚幾年了 結婚幾年 六年左右 六年前結婚 然後結婚的時候 你有看到太太嗎 當然啊 有睡在一起嗎 有喔 那如果都讓你一百零五天 說見不到太太的面 你受得了嗎 受不了 你在與生結險就受得了 我也不知道 你怎麼看與生結險的媽媽 有一點跟那個一般的媽媽 有一點不一樣的 有一點像跟服務員愛的媽媽的感覺 那個從小時候已經開始 不是媽媽又是經紀人 又是教練 是 所以應該怎麼看呢 有一點不一樣的 那你娶的是臺灣太太 是 不是 日本太太 也是日本太太 那你的日本太太 你的親友知道嗎 知道 你知道 你就把他給他隱姓埋名 你有跟他一起去買菜嗎 當然 有跟他一起出席別人的婚禮 或者是什麼嗎 當然可以 對 都帶出去 沒問題 對 沒有問題 那與生結險要求太太 從此隱姓埋名 讓大家都不知道他結婚了 他的太太是誰 你覺得這做得到嗎 做不到 因為現在除了媒體以外 大家都有手機 可以排自己那個法文 播出影片 所以什麼媒體沒有發影片 也是播出影片 也是什麼 每個人都是好像媒體的感覺 所以沒辦法 因為夫妻總是有很多時候 叫共同行動 作為公眾人物 外面的手機 現在這麼多 隨便拍都捕獲野生三目 對不對 跟太太 怎麼可能隱姓埋名 那我想請教一下 翠芬 你怎麼看與生結險的媽媽說 很黏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們這種奧運明星 其實很多時候 家人是全程的照顧 那我覺得他媽媽有一個 不要說與生結險的媽媽 一般的媽媽 一般的媽媽在兒子娶太太的時候 都會經歷一個心理的歷程 就是自己最心愛的孩子 可能會被另外一個女人搶走了 這種心路歷程 那我想說一下 這種奧運明星 我有特別在服緣愛的那個時候 有觀察到 他們如果說在生涯轉換的時候 同時結婚 對 同時如果說像服緣愛後 後來還生小孩 那我在想與生結險有一個可能 因為他從奧運的殿堂退下來了 所以有可能他想要人生 有一個重新的開始 那服緣愛也是這時候 人生有一個重新的開始 而且他離鄉背景 來到臺灣 那生涯轉換的時候 同時結婚 其實是有危機的 因為一個奧運明星 那麼那麼光亮 那麼厲害 那麼 最主要他是又有才華 又帥 對 最主要是這樣 又未婚 對 從那個奧運的殿堂走下來 非常多奧運明星都適應不良 其實不容易調適 所以有些時候 你在這時候結婚 然後又提出這麼多不合理 或是讓人家匪夷所思的條件 我覺得他心理狀態是需要 是需要看一下的 我覺得他的心理狀態 反而 我 妳說與生結險的 心理狀態 就是你會有這麼多限制別人 然後規範別人說不能公開 你從此不能夠出來表演 會不會是媽媽要求之類的 我相信他自己也有這樣子的 因為我覺得他的控制慾 他媽媽一定是控制慾很強大的 我可能會覺得是這樣 但我覺得他的控制慾 可能也是一個強大的 所以會到這樣的程度 完全不在我們想像的範圍內 我補充一點 像 其實像這種高級的職業選手 他從出生到現在到長大 只有兩件事情 吃飯 睡覺練習 他沒有社交 他的社交是有一個粉絲的愛戴 他唯一的社交就是這樣 還有大家捧他 大家什麼我愛你丟那個 在滑冰現場 丟那個 還有那個布偶 布偶 小熊威尼 他只有生活在這個下面 他認為他的私生活 他的社交就是這樣 所以他在跟另外一半 在真正做私生活 這也叫社交 生活在一起也是社交 跟朋友相處也是社交 他基本上是沒有的 如果他有 他只有一種 第一個幻想 可能看某部片 認為說 他心裡面認為 我曾經看過某部片 我結婚就應該這個樣子 那這就跟事實不符 所以他非常不社會化 對 當他去接觸以後 發現很多挫折出來的時候 就才開始畏懼 這個東西怎麼跟我想像不一樣 如果他沒有這樣的適應性 跟這樣的一個習慣 或經驗的話 再加上別人在那邊 給他指導一下 媽媽跟他說 你這個不能看錢 錢比較重要 這個不重要 所以社會社交不重要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自己去適應 如果就是他 他我想要的跟我幻想的是不一樣的 他的落差 我問你啊 你覺得與生結弦有沒有愛 馬玉子 有沒有愛馬玉子 我相信他愛馬玉子 那愛他為什麼結婚一百零五天 沒有見面 他愛一百零五天 所以一百零六天之後 離婚 對 這個原因是 因為他自己覺得 他沒辦法保護他 所以他選擇是那個 我們要離開比較好 然後這個是我的看法 你偶久一點 因為我們節目有一個扮演 好 謝謝你 這個是我 好可愛 這個是我的看法 有可能年齡的部分也有 是嗎 八八歲有什麼問題 二十八歲的那個先生是沒有問題 可是對女生來說 三十六歲那個 如果生出來小孩的話 這個什麼 決定是越管越好 怎麼意思 越早生越好是嗎 就是對女生來說 三十六是有點 高齡長度 對 就是擔心要趕快生小孩 都沒有住在一起 怎麼生小孩 是不是就有壓力 是 真的有壓力 對 男生可能不想這麼快當爸爸 不是 那個三十六 應該怎麼樣 這個有點擔心 對 所以決定的事情是越早越好 那個三十六歲 如果三十六歲的女生 這個跟他結婚的事情 對 到這邊結婚的話 有可能馬上可以找其他的 另外的男生 跟他結婚 還有機會 是嗎 趕快離婚 讓他出去找外面機會 對 有生小孩的機會 對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滿正面的 所以那女生結婚 可以跟他結婚 跟他生小孩 對 所以女生 明天唉的聲音比較多 對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看法 是那個到底對不對 不知道 請教一下崔芬 為什麼他們要閃婚 我覺得他的一般來說會散婚 通常有幾個原因 一個是愛到最熱的時候 然後結婚 第二個有一方分手了 想要趕快安定下來 親密的需求變得特別高 他剛從一個情商走出來 遇到一個心愛的人 就會想趕快跟他安定下來 有可能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懷孕了 散婚 這幾個是我們常見的散婚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會散婚 他們比較信奉一見鍾情 個性比較衝動 比較容易散婚 但是我覺得像與生結嫌 他有可能 他也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他是一個活在那個 浪漫世界裡面的人 那當他散婚了之後 有可能他在浪漫 最浪漫的時候走入婚姻 然後我覺得這個部分有 那我也覺得他有可能 他是喜歡這個麻玉籽的 因為他的世界非常的貧乏 所以他很難遇到一些家人以外的人 所以他可能在跟他 我覺得他那邊有一幕 他跟他手跟手 對 這裡這裡 對 這一幕我是會覺得 是有浪漫跟愛情的感覺 是會有火花的 這一幕捕捉得很好 但他在表演 雖然是在表演 但也許我覺得他跟他 他相處的時間 我不覺得很多 我補充一點 這個很值得討論的一點 就是說婚姻的存在感是什麼 是用什麼方式來呈現 好不好 那我們先休息進網告 好 那曉飛老師 這跟他的星座也沒有關係 有 對 因為我有觀察到 他的那個星座 因為他是射手座 對 然後但是他的那個水星 就是水星在射手 金星也在天蠍 對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他是一個秋天的命盤 那秋天的命盤的話 代表這個人比較冷 比較冷漠一點 就是說他今天他做什麼事情 對 他覺得 他都考慮到他自己而已 而且因為金星在 只考慮到自己 完全考慮自己 而且金星在天蠍座的人 代表是說其實他在性方面 還是蠻有信譽這一塊 而且如果他不是做這個 輕座跟信譽有關 有有關係 是是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雙子座 雙子座搶不搶 雙子座就是 快要搶的時候又會落下來 是 他會有潑動性的 不要說什麼東西 是是是 像是雙魚座 雙魚座的話 比較看 看對方 對 看推方的那種 欲強折強 我知道人家講 對方的前戲導引的怎麼樣 然後在我來看就是像這個 宇森節選他是 我覺得如果他不是滑冰選手的話 他應該一夜前會蠻頻繁的 是是是 因為他應該是蠻 也是有點好色的 只是因為他是公眾人物 他不可以隨便亂去找人 是 而且加上他火星在石子座 就是他會比較以事業為主 因為火星也落入到他的事業工 所以他愛事業 愛粉絲大於他的全部 就是他的全部 愛事業 愛粉絲 大於 是是 大於他的就是愛情 是 因為他可以為了粉絲 為了他的工作犧牲所謂的一切 而且我有看到說他 他整個有沒有 他的盤 命盤裡面 他土星在雙魚座 就是他晚年我覺得他會憂鬱 是 而且我覺得他的那個婚姻關係 他應該會 未來我結婚再離婚的機率 還是蠻高的 好 那請教崔文老師 就是說一般正常的婚姻 我們總是會這個 所謂的公開宴客 就是接受大家的祝福 對啊 就是大家來見證 這是一場愛情之後 這個修成正果了 對不對 然後大家的祝福就是說 他們什麼白頭偕老 早晨跪子 對不對 永逾愛河 這樣 就這麼多人看到了 然後結了婚之後 他們會一起去看電影 一起去吃飯 一起去參加公開活動 等等 那大家都會知道 然後你的另一半是誰 這個好像他們都完全沒有 隱藏的愛情雖然好處是不被 比較不被評論 但是有一個很公開之儀式 之所以重要 還是重要 是在心理上 因為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先生是誰啊 或者是說講我家的小孩 我們可以去分享自己的生活 這是不是一個幸福的來源 對 這是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關係是真實存在 也會透過我可以去講 去感覺到我們的關係 是真實存在的 那如果不能公開的關係 會有一個很嚴重的 就是缺乏存在感 所以這樣的關係 因為沒有真實存在的感覺 而會變得不穩定 因為很多時候不能曝光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非常的壓抑 什麼事情你就會 譬如說如果我不能曝光 我已經去簽了那個婚前協議 我不能我要隱性埋名 我不能曝光 你就可想而知 我都會想像這個太太 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不能去提我的先生 我也不能去提我的生活 我也不能提我今天 跟我的先生做了什麼 那這樣子的壓抑 你真的會覺得 那我到底是要在幹什麼呢 這時候他就會非常渴望 從地下化走上地上化 要光明正大一點 我不想要再躲躲藏藏 我見不得人嗎 我這麼讓你覺得丟臉嗎 我覺得你覺得我牽不出去嗎 這種女性的心理 我覺得是會有的 那如果這樣 繼續壓抑 接下來衝突就會很大 對 我其實會覺得 他們兩個 他之所以說 我保護不了我太太 我相信可能 他們開始有爭執了 而雨昇她的跟別人 發生衝突這件事情 我想她的 不太會處理衝突 就譬如說 難免夫妻情侶都 不要夫妻了 情侶都會吵個架 她可能不習慣 從來沒有遇過 可以跟別人就是吵架 那如果當別人跟她說 我覺得這樣子 我太壓抑 或是我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她就覺得 我保護不了你了 那我們分開好了 她的愛情只有 要嘛我們就在一起 要嘛我們就分開 兩極化 沒有中間 還是需要很多的學習 馬力尼剛剛不說什麼 我覺得散婚的重點 在於散字 這個散叫做出其不意 出誰的不意 就她的事業體來說 粉絲早就不希望她結婚 所以根本不是出他們 不是違背他們的意思 違背家裡人的意思 她爸媽絕對反對她 你這個二十八歲 正在可以正在賺錢的時候 吸那麼多粉的時候 你給我結婚 絕對是要出他們的不意 那她的壓力 在日本的廣告很多 她的壓力在哪裡 她的壓力在哪裡 可能在三十六歲 那個太太 三十六歲 可能跟我說 你如果要跟我在一起 就明正宜 就不要一直戳脫在身上 你再等到三十六 再等四年 你三十二我四十歲 我不見得能夠生小孩 她的她的青春有限 所以在這個前 女生催她 對 女生催她 那女生催她催我 但我真的愛她 我相信她有愛她 你催我 但是我爸媽又在那邊 不行 不用那麼急 再多看幾個也OK 我算都是這樣講的 家人都是這樣說 她 但是又沒有辦法 在兩難之下 她只有先閃著再說 閃了以後想說 是不是靠著閃 就能夠 就是說水到渠成 然後呢 在兩個在戳傷結問的過程中 我可以幫你掌握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我們妥協 不要隱性埋名 不要出在公開演出 他們雙方可能有這個妥協 這個妥協下 所產生的閃昏 但是一閃下去以後才發現 排山倒海的這些壓力 跟我們當初的協議 跟他自己要出其不意的這些人 給他的壓力 他可能受不了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又閃 又閃離 他就是有點是 可能 電影怕死人家 不然這樣 他的心態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子 才會產生目前我們想 不然我講說二十八歲的男生 臺灣的男生 還早吧 再看看吧 還可以挑啊 那麼急的結婚 你這麼有錢多金 對不對 等你四十歲之後再來挑都來得及 對不對 我爸媽也是這樣勸我 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怎麼可能換一個 二十八歲的人去結婚 他絕對是要散他爸媽的意思 先不散給他看 我猜馬玉子應該不會只寫這一篇 接下來還會有 這是我判斷 馬玉子在網路上 有被日本網友攻擊嗎 應該沒有吧 應該很多人覺得什麼 那個老婆有一點可憐 可憐 然後 他也是那個沒辦法 公開自己的感想 所以應該大家都覺得 他犧牲很大 他等同被囚禁 你知道嗎 心靈被囚禁 什麼都不能說 身體也被囚禁 對 身體也被囚禁 心靈也被囚禁 語言也被囚禁 我也不能就外面公布 我是誰的太太 剝奪我的話語權的話 我在想如果還有一個可能 會不會有可能他們 如果他什麼都沒講 會不會在離開婚姻的時候 因為他連進入婚姻 都給他這麼多限制 你要簽這麼多條款 我在想可能離開婚姻的時候 也有給他限制 不太可能禁的時候 給這麼多限制 離的時候沒有給限制 可能我覺得他剝奪了 他的話語權 一百年五天就沒有做什麼 結果這裡也限制 那裡也限制 那你就從此不要承認 你跟我結過婚 這件事情就當作 沒有發生好了 你再也不能講 任何關於我的事 因為我覺得他很在意 比公眾的指向 他要求我隱姓埋名 我答應了 他要求我退隱 我會答應了 那接下來還可以 可是內容不能講吧 因為會不會有可能 他也會牽說 你離開之後也不能講 我不曉得 但我覺得以這種控制 欲很強的人 是有可能會限制 我講誰話 真正他疼他太太 他應該說 你小提琴拿那麼好 你要繼續表演 對啊 是不是 是啊 那個才是他生那個熱情 發光發亮 而且是有自我的實現 跟自我價值感 你幾乎把這個太太 所有的自我價值感 跟自我的才能 跟話語權 自我的話語權全部 所以我說一直強調 我覺得他的隱私是控制 他是幾乎是控制 他太太 完全要符合我所想要 而且讓我們 讓大家知道 我們娶或嫁的人是誰 那是一種光榮嘛 對不對 你覺得我娶他 所以我很驕傲 所以你會給大家知道嗎 你怎麼叫他隱姓埋名 可是我想到一個例子 我覺得與生結嫌 應該參考潘瑋伯的例子 潘瑋伯我們知道 他過去在臺灣 發了很多張專輯 很受歡迎 他在人生最巔峰的時候 他當時出了一本書 是一個英文書 然後我當時有就是擔任 他的這個新書發表會的主持人 他有一次是在臺北會辦一場 然後馬上要去台中 會辦一場 我終於親身體會這種偶像明星 他那種受歡迎的程度 我們是在一個戶外 一個新書發表會 你知道現場真的暴動 妹妹們就差點把那個舞台 要擠爆 一直一直跑上來 然後這個新書發表會結束 連我這個主持人 我們一群人連他的助理 我們要坐保姆車 然後趕去臺中 我沒上那個保姆車 因為我完全上不去 因為所有的那個妹妹 會拍那個保姆車 拍照 撿腳 後來那個保姆車 就往前開了一段路 經紀人才下來把我拉上去 我們到臺中的時候 是到一個飯店 去舉行那個記者會 你知道嗎 我們不敢在公開場合下車 我們是在地下室 然後走那個送貨電梯 送貨電梯上去是廚房 所以廚房才跑出去 然後開記者會 你可以想像就是我可以體會 這種偶像 他面對女粉絲 可能會情緒失控 幾年前他宣布結婚了 很低調 我潘瑋柏 我跟東方航空的一個空服員 叫露娜 我們結婚 當然他沒有直接寫東方航空 他跟露娜結婚 你知道粉絲瘋狂的去起底露娜 就說露娜 就是去上一個天王養成班 專門就是要找這種天王 把他什麼黑色 講得很難聽很難聽很難聽 好 各位想這樣怎麼走下去 感覺是情敵的感覺 對 然後就說他以前 然後怎樣 可是你知道潘瑋柏 這時候就厲害 是男人就要這樣做 你們都給我閉嘴 誰在寫我就告誰 那你現在再看看有誰敢講 然後他現在一樣善愛 把老婆牽著出去 大家都稱讚 你老婆好漂亮 因為你肯定他了 因為這才是愛情 愛情也不是只有享受 也有承擔 所以日本 這樣保護 對 日本的網友就說 這什麼男人 就罵與生結嫌 對 這什麼男人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聖梅這邊是有案例 就是說婚前的準婆婆很難溝通 但是這個質疑要結婚 結婚的過程當中會卡關 就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理由 有時候有些你覺得不是個問題 但人家就覺得問題 那這個女網友 她非常非常的傷心 是因為她跟她的男朋友 感情非常好 她也知道她婆婆比較 就未來婆婆不是那麼好溝通 但是畢竟她們就是一個 很棒的愛情 她就覺得應該沒有問題 都已經談到嫁娶 就是我們決定是什麼時間結婚 婚下照也拍了 什麼都好了 那各位在準備結婚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細節 包括男方要送女方 女方也要送男方 一套經事 有一些雙方家長會在乎這個 對 有沒有 這個經事該多大 或者經事都要成商成對之類的 那這時候呢 這個女生呢 跟男生在討論的時候 男生就說 我媽媽說這個半婚禮 已經花真的不少錢了 的確是 她說不過這一套經事 真的好 費用也蠻高 她說可是我跟妳說 我媽媽那邊有一套經事 過去結婚的時候 可能她從娘家帶來 有一套經事 媽媽說用這套經事就好了 就是說我男方送給女方 就用媽媽這套經事 其實這個女網友 當時是覺得有點委屈 然後她就想一想 然後就回去 就跟她的媽媽商量 結果她的媽媽就說 親家母要送給妳舊的那個 那個經事 那個款式又舊 然後那個已經不好看了 而且新娘一帶出去 人家就知道是舊的 不好啦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女網友就蠻為難的 所以她就回去又跟她男朋友講說 那我媽媽擔心的經事有點舊 其實這有辦法嘛 你到那個營樓 你就可以換 因為經事是有價值的呀 是不是頂多 你要出一點價差 可是你這一講 這就不是價值的問題 是男方就直接就跟她媽媽講說 你那個舊了 有嗎 有很多人的結婚嫁娶金事是舊金事 拿去換一下 換一下 對不對 換一個新的樣式什麼的 結果光是這一點 男方媽媽就受不了 這個婆婆就覺得 你現在是怎樣 我這整套金事有什麼錯嗎 而且我都願意提供了 你還這樣子 有意見 那不要結了 那就這樣 就擺爛 大家都擺在那裡 這女網友就哭 爆哭 就說不要這樣啦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親友都知道了 而且都發出去了 你怎麼能不結 結果男方竟然也擺爛 就說我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我媽媽的 癌症不好 意思是說媽媽情緒不好 她的男友 這個準先生 對 意思是說 我也沒有辦法說服我媽 現在卡在那 所以男友也不解決 那女網友就爆哭 說難道我 我的婚姻 就因為那一套舊金事 我現在就卡住了 對啊 那 崔溫要是你 你會嫁嗎 我會覺得那套金事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是舊的 真的就拿 就是想辦法說 拿去翻一翻就好了 那如果再回過頭去 我會想說 沒有嫁也好 因為如果一開始 就跟婆婆的關係 是一個非常 非常不舒服 然後她會為了 我只是講說 那個金事是我媽媽覺得是舊的 那可能要拿去翻一翻 如果他連這個都不接受的話 我會感覺如果嫁過去 那個議題才是真的要開始 正要開始的時候 所以最後沒有就是完成婚姻的大點 我表面上看起來不好 有時候我覺得拉長時空來看是好的 因為我看過太多這種 在婚禮當中 感情就有很大的力痕的這種夫妻 最後雖然走入結婚禮堂 最後還要更辛苦 而是要離開這個婚姻 還要去找馬綠 要辦那個離婚的過程 那個拉扯也很大 所以一開始 大家已經發現有裂痕 沒有走進去 未常有時候 我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真的的話 會因為這樣子的話 而婚禮就不辦了 我也覺得不走也好 好像做得很氣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婆婆的觀念 是沒有互相 她是一種恩賜 我拿出來這個很給你面子的 你還嫌 她沒有考慮到 為什麼人家大幣小片都沒收 對啊 她沒有想到這樣子 其實年輕人 我們什麼叫互相 好 沒關係 差一點點錢 我自己貼 這是有方法解決的 媽媽馬上把氣拉上來 你就覺得她基本上 她不認為這是一個互相的行為 這是一個恩賜的行為 我已經很給你面子 甚至很捨不得給你這個 你還嫌 好 找機會修理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婚姻 將來就像不是很好經營 你就叫過去 對 媽媽這種心態 很不好經營 那女生需要道歉三次嗎 女生已經做成這樣子了 我就想說 如果媽媽願意同意 繼續走入婚姻 那將來會不會有問題 不知道 就很可能 很顯然的是 婆婆把她壓到 整個談判的 就是兩個互動的過程當中 就是一種祈求 或者是一種 一方是恩賜 一方是祈求 這樣的婚姻進去 不會 他們沒有互相體諒 不會想理性的婆婆 這比較久 我哪有要放心一下 錢我來出 講這句話就很貼心了 他沒有需要 他不需要去拉攏媳婦的心情 除非有一種狀況 有一個爸爸也在幫女兒徵婚 寶貝女兒這樣子 結果來了三個男生 那爸爸為了女兒的幸福 就問他說 你有什麼 我現在已經做經理了 年薪兩百萬 不錯 他會說我買房子 還有車 如果越好 第三個說你有什麼 我都沒有 沒有 你又敢來 你女兒子裡面 百度地有我的孩子 有金孫 就只好嫁他怎麼辦 就是說如果女生 搞不好這女生 搞不好有小孩了 所以必須要跟他道歉 三次求情 那盛美 要是你 你覺得嫁過去會幸福嗎 這個新聞我也想過 如果我婆婆是給我那一套金釋 是舊的的話 我想先了解一件事 我要不要還 不用還對不對 那我收好了 這個議題就怪怪的 媽媽不肯讓他翻新的 是不是這樣要拿回來 這個後話我沒有講 我在猜 這個我沒有講 先借你擺著 對 這個後話沒有講 好看而已 你不給我蓋 也許 或者是他認為說 如果說這是我的 媽媽傳承的 這是個傳承 傳承的意義大於翻新的意義 所以我不能動 也不能拿去買 我要給你嗎 還是要留下來 其實後續 這個所有權歸屬 媽媽沒有講名 看樣子感覺 不想要給他了 其實長輩在這個時候 都也會給一些 讓他們當紀念 對不對 可是這個男生 看起來是個媽寶 他也不願意 這個去說服媽媽 叫這個 女朋友忍耐 然後他說 他們只能低調講電話 見面都不能光明正大 要想 說到要結婚還這樣 那如果這個是媽寶 與生結嫌算不算媽寶 我覺得與生結嫌的話 婚後都還跟媽媽一起住 這一點應該算是 因為如果說我真的 就算像我有年齡的壓力 女生有年齡的壓力 可是我已經娶了她了 我為了要掙脫我原生家庭 那我應該要獨立自主 我會爭取說 我要跟我太太一起住 我不會 就算說我因為女生的年齡壓力 我還是會爭取 我要跟太太一起住 如果這時候我還是跟媽媽住 我就覺得 可能離不開媽媽的可能性 是高的囉 珊慕 你們日本人收聘金嗎 聘金 聘金是 聘金就是要結婚 然後男生要到女方 就是給女方六萬 或十二萬一個錢這樣 應該沒有 可是結婚婚禮的時候 應該媽媽爸爸送給我們 有一點點 誰的爸爸媽媽 男生還是女生的爸爸媽媽 應該兩個都有吧 男生跟女生的爸爸媽媽 都送給我們 送給你們什麼 錢吧 錢 讓你們未來生活用是不是 是幫助年輕人就對了 對 是 你的婚禮辦幾桌 十桌 所以來參加的人是一百個人做 十桌 一桌十個 那是你年輕人的朋友多 還是爸爸媽媽那邊的朋友多 我們朋友比較多 爸爸媽媽的什麼朋友 同事的話不多 不多喔 是 這個是跟台灣有一點不一樣 不太一樣 真的 那來參加婚禮要包紅包 我們叫紅包嘛 你們是白包嘛 對 那要包多少 一般是三萬 日幣三萬 那跟說例如那個老朋友 或是經濟的話 六萬 九萬 大概是這樣的 三萬算是很普通的 是 那老朋友就是六萬 對 或者如果特別好 就是九萬塊 是 啊 那個 婚禮的菜有幾道 菜 什麼東西 菜的菜 這個也是看 例如那個法系料理 日系料理 可以自己選 所以差不多十道左右吧 前菜或是九菜 十道左右 OK 所以你們請的人不多 那這樣一場婚禮 大概要花多少錢 這個部分是 老婆管理這個部分 所以大概 你給我管 好怕老婆 你先休息一下 好 其實 剛剛聖美講這個故事 就是說已經跟總婆婆道歉三次了 總婆婆還是這麼的強勢 那這個 淬芬這邊也有個案例 就是婚前就發現不對勁 不過女生還是決定要講 我有一個朋友 他剛離開一段感情 然後在同時 他又認識另外一個男生 也是剛離開一段感情 兩個人就開始聊情傷 那聊情傷的這一對 我的朋友跟他男友 還蠻能聊的 就會聊很多自己過去難過的事 然後感情就發展的 升溫的非常的快 然後交往之後 這個男生 他的男友就會很希望 趕快訂下來 趕快訂下來 既然我們現在聊得這麼開心 就趕快訂下來 那但是這個男生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他之前已經有訂過一次婚了 這個男生之所以要聊情傷 比我這個朋友的情傷要來得重 是因為他的情傷是訂婚之後 女生退婚 然後立刻決定離開那個感情 就是就解除婚約 所以就是這時候他的媽媽 女生的媽媽 我朋友的媽媽 就一直提醒他女兒說 你要注意他前面是訂婚 之後被退婚 然後解除 你要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你要知道原因 他女兒就說不會 他人很好的 他就是執意要跟他結婚 那媽媽後來就撂下狠話 朋友的媽媽就說 你一定要嫁給他 以後你婚姻幸不幸福 你自己負責 你以後不要回來哭 不要再打 然後我這個朋友後來 還是歡天喜地的結婚了 因為他們兩個是互相有 就是療情傷的過程 所以還滿能夠互相撫慰的 可是結婚之後 就發現一件事情 他終於了解為什麼前一個女生 就是他前面的未婚妻 要跟他先生解除婚約 是因為他先生在某一些壓力的狀態下 脾氣很爆裂 甚至於會轉肢體 打人 對 他這時候才發現 可是在前面還沒有結婚以前 他都沒有發現這個 只知道他解除婚約了 但不知道原因 他覺得那是人家的隱私 不用去深救 沒有關係的 可是結婚之後才發現之後 他的確是有一點懊惱 他會覺得自己好像當時真的忽略了 他有這樣的狀況 還是應該要聽媽媽的話 去了解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他這時候遇到 他也不能回家 去跟他媽媽說 媽 你說是對的 我當時應該聽你的話 你不要回來考 他真的考 真的沒有娘家可以回 那真的那個心情就是很痛苦 很煎熬 我再請教三木 你有參加過台灣的婚禮嗎 有啊 有啊 你覺得台灣的婚禮 跟日本的婚禮有什麼不一樣 日本的婚禮的話 一定要穿西裝 可是台灣的話不一定 所以我不知道穿什麼樣的服裝 你就不要穿 然後日本的婚禮的話 比較多很多的表演 例如什麼先信仰的 信仰打招呼 然後感謝給他們 只是跟他們感謝 給大家感謝 或是那個信仰的朋友的跳舞之類的 比較明顯的表演 對 日本 對 但是那個台灣的話 最重要的事情是那個吃 然後最嚇到的事情是那個 他們那個什麼婚禮 差不多結束的時候 很多的歐巴桑已經就被打包 對 這個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你們那邊沒有人打包 對 那我們有時候都會有很多人上台致詞 你們會嗎 我也會 也很多人上台致詞 上台致詞 對 例如咖啡的時候 或是那個 我們的話還是要表演 兩個人的頭骨秀 大概是這樣的 所以你常常受邀囉 這個陸元齊他在前夫原為人生病以後 接交了第二春 不過最近好像因為說韓國這個男生 有騙情跟騙感情的情勢 請教一下聖美是不是真的 陸元齊今年五十多歲了 然後大家知道一個單親媽媽 他又帶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其實不容易 他自己說他一個月大概要三十到四十萬 房貸 保險 小孩的一些生活費各方面 所以挺辛苦的 通行單親媽媽是這樣 不容易找感情的對象 陸元齊他的這個電商 這個帶貨做得很成功 他只隔一段時間會去韓國 你去韓國也會接觸到對方 就是他要帶貨的一些對象 其中有一個男生三十二歲 所以跟他差了二十幾歲 這個男生就是不錯 各方面表現都很好 於是兩個人透過帶貨的方式 就談戀愛了 我們今天有講說 其實婚姻結婚前 或結婚後會有些細節 那陸元齊就講說 他忽略了一些細節 比方說這個韓國男生 他住在韓國 那陸元齊大部分時間是在臺灣 所以他們就通過那個通訊軟體 再聯繫 男生都給他一個夢想說 我覺得你太辛苦了 以後我就是你的肩膀 對不對 男人嘛 我就是你的依靠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努力的賺錢 我將來會搬到臺灣 跟你一起生活 這對一個單親媽媽來說 太打動她的心了 所以他們交往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男人又跟他講說 我為了早一點 可以跟你在臺灣生活 我現在缺一筆錢 你能不能先借我 你覺得你會借嗎 有可能 因為你將來要跟我一起生活 可是還好陸元齊沒借 然後再來 借多少知道嗎 他他倒沒有說 但是如果需要資金不會是一兩萬 而且陸元齊做這個電商其實蠻成功的 然後他也會發現他常常不接電話 這男生然後也找不到人 所以有一次他終於忍不住 一直扣他一直扣他 才發現這個男生在哪裡呢 在賭場 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賭 原來他是一個講哪一天的爛賭鬼 然後欠了一大筆的賭債 所以他需要入元期支援他這個金錢 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 有一個細節 他終於弄懂了 為什麼這個逢年過節重要的節日 這個人也都不接電話 他才知道這個男的根本已經結婚了 他說他自己莫名其妙變成小三 他說他差點都還想嫁給他 但是後來他說幸好我就全身而退 頂多就是就是暴瘦了十幾公斤 這個爛咖 真的是個爛咖 根本就騙人 他根本從頭到尾只是要騙他的錢吧 是不是 請教一下這個翠芬就是說 陸元齊是不是因為單親媽媽 這樣的關係 所以比較容易選錯人 我覺得我剛剛聽聖美豫說 他的過程啦 我覺得他比較是一個聽覺型的 戀愛性格 聽覺型 就是他很喜歡聽甜言蜜語 對方幫他畫一個美好的大筆 以後我要給你靠 我以後會成為你的肩膀 那當然我可以感覺啦 孤單寂寞的時候 你會很想要有個伴 但是只有這樣子可能 可能你選的對象會比較近 不會那麼遠 因為他很遠啊 對 根本就靠不到 也沒辦法陪伴你 所以如果我是孤單寂寞 不會選那麼遠的對象 會選一個就在旁邊 然後可以真的每天接送我 然後為我做很多事的人 所以我才會覺得他有可能是一個 聽覺型的戀愛性格 那如果我會 不曉得怎麼查到 查說這個人在追我 但是他有沒有婚姻 而且是異國的 對 韓國人我們怎麼知道 所以我覺得他需要 他我就提醒他 以後你談戀愛 務必拉長觀察期 你一定要這個人說的 跟做的一樣的時候 你才可以信任他 他會太快去相信一個人 光是聽他講的 你要聽孔子講的 聽其言要觀其行 那如果想跟你借錢 你借不借 我覺得像這樣的 我不會借 那麼愛了 怎麼不借 因為他講的是說 我光是聽他講一句 我就不會借他錢 他說要為了要跟我 快一點有美好的未來 所以他要跟我借一筆錢 讓我有快一點 有美好的未來 我就知道這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這句話就是愛情騙子 最常講的一句話 可是我真的 你借我五十萬 我去賭 賭了 我變五百萬 我就可以 我會來跟妳 好像也有道理 你給我個讀文 而且很快啊 但通常都是全部輸光了 因為如果你有賭徒性格 再全部輸光了 絕對不會留給我 當愛情的那個 千萬不要給那個 外交籠空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小木老師這邊說有女性客人 一直夢到一個女鬼 對 然後呢 後來就是他才發現說原來這個男生有沒有 就是他有讓一個就是女生上吊自殺 對 因為這個 對 因為我的客人來找我就說 到底這個人可不可以接 而且他說自從跟這個人在一起說 每天夢喔 然後他就清楚看到說 他的另外一半就躺在床上 但是有一個女生都一直上吊 而且是連續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所以一個女客人來找你 對 說他的即將論即婚 這樣的男朋友 對 發生什麼事 對 就是很像每次睡覺的時候 都有看到說這個 他的未婚夫的前面 有一個女生就起來 然後用一個繩子要上吊 這樣的夢境都很清楚 女生做夢 女生做夢 然後連續夢 連續夢這樣 他來找我就跟他翻牌說 這個人可能有一些前世的因果 或者是可能跟人家怎麼樣 後來他就去問這個男生的 最好的朋友 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富二代以前 有把一個女生也是論即婚嫁 後來劈腿就是跟他劈腿 跟我這個女客人 然後害到那個人就上吊了 突然之間他聽到之後就想說 那就不要結 是 然後我就說對 那不可以結 因為你結了之後 反而你會有疙瘩 而且可能每天都會夢到這樣的夢 所以所以那個女生殉錢 是 是 殉錢 而且我是覺得說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你看北中南都很多人都是墜樓 是 是 是 就是我覺得這一年裡面 像我的女客人也好幾個 有些做八大行業的 他們也是都墜樓 對 就是因為他們都被很多 這個富二代騙 有的把他的錢都騙光了 了解 那個辛苦錢 那崔芬這邊還有一個案例 就是結婚之前 男朋友做了一件事 讓女生傷心欲絕 對 有一個女性朋友 他跟男生已經論及婚嫁 而且結婚照都拍好了 婚紗照也拍好了 他非常的期待 然後就是滿懷憧憬 然後後來他們還兩個人一起去婚紗店 拿婚紗 就婚紗照 然後就擺在那個男友的後車廂 想說以後結婚 就是先讓男友拿回家裡頭去 然後就是在這個時候 有一天他這個男朋友 當時已經是未婚夫了 就不見了 那因為他們已經論及婚嫁 所以他也知道這男生住在哪裡 然後就一直找他 打電話找不到就很擔心他 然後去他家找他媽媽說 我最近都找不到那個某某某 他媽媽說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我也找不到他 所以他就是不斷地找 不斷地找 一開始從擔心 然後最後到絕望 擔心他的安慰 對 擔心 一開始他真的是擔心他的安慰 後來怎麼找都找不到他 開始覺得 他從人間消失了 就不見了 然後我 他從此之後 他整個人就不吃 不喝 不睡 幾乎沒有辦法生活 他在一個禮拜裡面 就報售了非常多公斤 然後極度的消瘦 他告訴我說 那時候他幾乎是失魂落魄 連走都沒有辦法走 就是整個人都躺在床上 然後是家人就是帶東西給他說 你拜託你吃一點 他撐過了 待撐了六個月 撐了六個月之後 有一天這個未婚夫又出現了 又出現了 他打電話給他說 你還好嗎 他就說我怎麼會好 你突然不見了 消失了 然後他說你怎麼會這樣對我呢 那個男生講一句話 他說他真的是 當時他真的覺得他沒有辦法 結果他說我覺得你應該撐得住 然後他就這樣不見了 然後 他跑去 他為什麼要離開呢 他就是覺得跟他結婚 可能會有壓力 然後他就覺得他沒辦法 他可能沒辦法走入婚姻 那就講啊 可是他就不能講啊 他就突然從這個人間 就突然消失了 我們不適合結婚 可是他就是不能面對 不能跟你講 講不出口 對 講不出口 他就突然消失了 然後半年以後突然出現說 你還好嗎 還來關心你 所以這個朋友 他真的受到很大的打擊 他從此以後 就再也不敢談戀愛 因為這一次就把他嚇到了 因為他那時候真的罹患了 很嚴重的憂鬱的狀況 那所以瑪麗如果說即將結婚 然後有一半提出很荒謬的理由 或者說已經結婚了 那他們這個理由很荒謬 要分手 那你覺得這個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很荒謬 就代表他的思維邏輯 已經不把你當作正常人了 因為我跟小孩子講話會同言同語 我跟鄭大哥講話不敢給笑 所以你要看他怎麼 如果他用很荒謬的理由跟你講話 就代表他根本不在乎你了 就是找一些理由 唐三年 我老婆拿兩千塊來 我去賭博 這個理由也可以揚得出來 代表我完全不在乎你了 要離就離 要給就給 不然我就打你一頓 這樣就差不多該離開 不管什麼 他只要提荒謬的理由 要分手 就是要分手 他不尊重你的 但是如果我們還意味地去 符合他的理由 好啦 兩千塊拿去 咱去賭 那慘了 你把他越養越大 所以他會不斷地用更荒謬的理由 去跟你互相對待 那你就走路到那個 死無同居 所以要分手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理由是什麼 反正就是沒有感情了 就是要分手 對 這樣就該理的 好不好 你再去符合他